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8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汪汪华 嗨 凤馨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今天你要来跟我们谈的题目是 今天我们来谈谈通路大战的启示吧 大家都在努力的斩电 没错 三不五时我们会讲讲通路的问题 那这一次不是百货公司 这一次是电信三雄 本周一同时在台北的信义威秀开店 展开通路大战了 就不只要拼降价 没错 好 主要的起火线是中华电信 他在年轻人必去的信义威秀开了一家新店 同时本来就已经在那边的台湾大哥大 还有远传也重新装潢了他的店面 然后三家选在周一上午同时开幕 所以他们内部应该有消息彼此透露出来吧 没错 所以大家才会这样子这么其一的行动 对不对 没错 我看这个新闻我就想来谈谈这个产业 以及其他各个产业好 目前是怎么样去经营他们的通路 那我归纳出三点 第一点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大家要评量 这个量就是数量 所以你会看到说中华电 他之所以要在信义威秀展店 他也是希望他的数量能够再增加 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关键的战场 数量能够增加 所以看到现在电信三雄啊 不仅他们自营的电脑不断的在增加 包括他们转投资的一些电 比如说中华电转投资神脑啦 远传转投资全红啦等等 这些据点也都在增加 我觉得台湾的通路还真的都是短兵相接 因为你仔细想一想 不管是便利商店 像刚刚讲的这个电信三雄 来自于像房仲业 他们那个展电的密度啊 是 在全世界来讲真的都是数一数二 绝对的 所以可见得 我们需要用很密集的方式 然后去服务民众才行 这其实跟台湾整个生活方式是有关的 因为台湾你会发现任何电都非常密 因为我要求我隔壁就要游 对 对我们来讲好这个走路走十分钟去办一件事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对 可是相对于其他市场比如说在北京啊 因为它城市非常大 大家觉得开车开一个小时去办事是蛮正常的 那美国更是如此 可是台湾因为地小人筹在生活方式上 大家需要极度的方便 也迫使这些厂商在通路的经营上 必须要符合刚才凤馨讲的极度的缜密 就是我要这样子下楼穿着拖鞋 下楼转个弯到巷口就要买到东西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台湾生活方式所造成结果 所以像凤馨你刚才讲这个便利商店啊 最近有一个新闻 这个全家便利商店 最近也进军澎湖 澎湖啊 全家便利商店在本岛 这个电数很密 他进军澎湖 为什么呢 因为统一啊 在澎湖已经耕耘了13年了 其实这些便利商店去这些离岛 不见得划算 因为我要空运 或者是我要海运 很多很多的商品过去 因为那都不是当地生产的嘛 其实运输费用还蛮高的 你讲的没错 澎湖不说啦 甚至连金门啊 现在大家都抢着去啊 全联福利中心 这个月月中在金门开了第600家店 这是他所有店中的第600家 金门的第一家 去城市 月初在金门开了第二家店 未来呢 85度C摩斯坦堡 麦当劳通常去金门 那诚如像凤馨讲的 去金门这个物流的运输的费用相当高的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做呢 其实有时候不是为了那单点能够赚钱 我做形象的啦 对 因为有很多路客从金门小三通来台湾 你讲的对 没错 我如果在金门 我就先让他们觉得说 我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品牌零售店 也许他们到了台湾 就会选择来跟我消费 你这样讲的对了 所以也许那庞大的物流费用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广告费 就等于说他在金门就有一个广告招牌吧 也许去买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没办法损一两平 但是呢 他对于整体这个品牌在其他方面的形象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这样一来我就替金门的那些干妈店啊 餐饮店有点担心了 对 因为他们的成本还是很高啊 所以他们其实坦白说价格是稍微高一点 是 可是现在屈城市也好 全联福利中心也好 85度C摩斯汉堡 他们去那边价格是宣称说是跟本岛一样的 哇那这样这些干妈店跟这一些餐饮店要怎么竞争呢 没错其实各个行业都要面对这些强势通路的竞争啊 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吧 这些强势通路它第一个就是拼量 它要伸展到所有偏远的地方 第二个就叫做拼值啊 值就是你电虽然多 但你每个电给人的感觉怎么样 那中华电信这次在新一位秀就有了一番改变啊 大家应该都手续过去中华电信的电 都是在那个 在电信总局楼下门口 是不是 电信局啊 好像护正事务所 没错 你这描述蛮准确 实际上中华电信自己也都意识到这一点啊 所以他们这次在新一位又开店 也大张旗鼓去改变他这整个店的装潢 比如说 它的颜色变得更青春活泼啦 以白色橘色系为主啊 这个服务人员穿的 所谓不一样 所谓简洁青春的衣服 手上拿着一个iPad 随时能够一对一的替你服务 而且为了配合年轻人的作息啊 他在那个店是全年无休的 所以我的门市的形象必须要跟我的产品所要诉租的形象要一致 甚至于还要提升 那所以中华电信现在努力就是把它的门市至少要做成的是明亮的 是年轻的 是Fashion的 是科技的 没错 所以记不记得以前30年前谁去电信取办事啊 那都是父母那一辈对不对 对啊 缴电话费啊 所以你用那个方式去招待这群客户是OK的 反正这群父母也搞不好也是公务员 他们习惯这样的环境 可是现在是谁在常常跑这些 消费主力是年轻人 对不对 年轻人就每隔两年一年 两年会不会太久了 应该是一年换两到三支手机吧 所以谁是消费主力 对不对 那你就要随着去调整你的通路的值了 所以我们休息啊 不只要拼量 很重要是你每一个门市 它的形象要一致 而对于你的产品 要有一个形象提升的作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news手吧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四周四的行销专题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华 可是文华你刚刚提到 不管是量 就通路上面要追求量 要追求值 就是你的形象要有一致性 我就开始想 在台湾有一些重要的商权 像你刚刚讲的华纳新衣威秀 有没有 或者有一些 我觉得那种很精品的一个商圈 以后的租金会非常高 没错 因为他们目的是要做形象嘛 对不对 我目的是要做口碑嘛 我等于是一个广告费用 所以我这个门市赚不赚钱不重要 但我在这个区域我不能够缺席 没错 那这样这抢手的结果当然租金一定会提高啦 所以像新衣威秀啦 101啦 台北车站啦 这些地方将来租金值会越来越高 事实上这一次中华电影自己都讲了 他在新衣威秀这个店啊 光是租金啊 每个月就要上百万 不合啦 这边的生意不可能做到这样 就是你仔细去想看算了算数 你不太可能卖手机能够符合你这个租金嘛 但是呢 就公司的形象来讲 就族群的感官来讲 新衣威秀是必争之地 所以他必须要进去 所以以后我们会有一些商圈只剩下大品牌 因为这大品牌可以砸下来做品牌广告 那你要单依靠在这地方能够赚钱 不可怜吗 全世界的shopping mall购物中心 最后不都这样嘛 所以它会造成了顾客选择的有限性 你到任何一个大的购物中心 就是那些品牌 一些有特色的小店 就要到这个街头巷尾去寻找了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 就是除了拼数量之外要拼值 第三点 其实最深刻的一点 叫做你要拼体验 就我的门市 真的要让你进来 好好地玩一半 然后玩到你上瘾为止 没错 就大家仔细想想看 为什么大家还砸大钱去经营通路 特别是在电子商务如今已经这么普及 这么方便的状况之下 电子商务看不不不不啊 对 所以今天要做实体通路 你必须要提供电子商务 虚拟通路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那不是产品介绍啊 对 那是什么 那是产品亲身的体验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这些 不然产品介绍我在网路上看就好了 对啊 是不是 花那么多钱 当然就是要让消费者有深刻的体验 所以你看中华电影这次在 新一维修推出 它就有一个各个区啊 它的店里面有比如说Apple区 让你体验Apple 平板电脑区 还有MOD区啊 这是它自己经营的MOD啊 那远传在新一维修的店 它外面就有好大的这个 一个触控式荧幕啊 呃 你还不用进去哦 你在外面就可以触控一个像黑板一样 电触控荧幕 然后体会一下远传各个服务的感受啊 那台湾大大也是啊 它有一个数位汇流展示店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预测了未来 手机平板电脑小笔电 通通会汇流在一起 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去 还有包括电视 包括电视 它它甚至展示说 将来你可以怎么样用手机去购买电视节目 去观赏电视节目 好 所以他们都要强调说 实际的体验 好 那那这一点其实不只是在这个电信三雄 其实在各个行业 你现在都看到这个趋势 好 呃 比如说我们举汽车业的Luxian 嗯 纳字节 这个 它在通路的经营 好 最为人津津乐道一点 就是它的展示中心 不像一般的展示中心 可是我们去去汽车门市部 我都可以试开车啊 对啊 那就是一种体验了不是吗 那就是 但是不是每一个进去的人 在每一个时间都能够去试开车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在不恰当的时间 在没办法让你把车开出去的时候 怎么办呢 一般可能只有看看这个车 摸摸这个车 听业务员讲一讲咯 对 那纳字节就设计出一个所谓的体验剧场 好 什么意思呢 你就进去之后 你看到车板那边 你一坐上车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车旁边的布幕都拉下来 它就进入仿佛一个电影院一样 然后你前面的荧幕就会放一段影片 那这段影片呢 就把你开纳字节在车上会遇到所有的状况 不管你需要影音的娱乐啦 或卫星的导航啦 或是行车安全的功能啦 全部在这个影片中呈现出来 因为它号称智慧车嘛 对对对 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是一般车子没有的 那它就要展现出来它的特色 然后这个特色是你 可能你 我就算买了车我也不见得会用 那我在试等于是一种 一种科技型的试程的时候 我来处理这样子 你讲科技型试程 那你科技型试程之后 你对这车就更有好感 只是呢 再把车开出去试开 那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一些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就去试开 然后试开之后又不喜欢 浪费了这个服务员很多很多时间 和消费者很多很多时间 不要到时候 爱雨霞在哪里 哎呀 这个方向盘在哪 方向灯在哪里 没错 所以你看这个 纳斯姐在这样做 LG韩国的电器品牌 最近在灿昆内湖的旗舰店 成立一个3D的体验店 他们在推3D电视影视 推得很用力 对 65寸的3D电视 你有看过吗 没有 真的 65寸很大 我没看过 你只有到那边去看 还有它3D平板 3D手机 3D栏观播放器等等 那这些没办法在网路上去了解 只能在实体去体验 所以这时候就是实体通路发挥优势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没有 它在凭体验 OK 有意思 Nike 最近也在推体验 它通常鞋子怎么办呢 就看咯 就穿咯 试穿一下而已 这样没办法体验 它还举办 让你看 让你穿 让你跑 所以它在华山艺文特区 举办这种晨跑 夜跑 先送你T恤 吸引你去报名 然后现场免费 让你试穿去试跑 据他们统计 这个跑过之后 三成的消费者都会买一下这个产品 所以通路这个大战 不是只是说我拼数量而已 它的形象的一致 然后它的选点的一个原则 还有怎么样子 让消费者可以记录你的门市 经由体验而爱上你的产品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观开店是不容易的事情 好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华带来的通路行销 谢谢 谢谢 好久不見